作曲 李宗盛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开满火足 绽放伴时的光速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明月将我心写起笔雾 留下无悔的祈福 愿做他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纯真的祝福 回忆中的路开满火足 绽放伴时的光速 绽放伴时的光速 那朕就拔了他的牙 捡了他的肘 一直没了牙和肘的老虎 也就不足为虑了 他是乾明的太子 只有收服了他 才能算真正的收服了人心 我爱心绝落时 才算是真正坐稳了江山 真是身毛远虑啊 皇祖母都不如你呀 这呆若木鸡散的药效 总算是过去了 小师妹进宫都两个多时辰了 他和大师兄雪师姐 怎么还没出来 不会是遇到什么意外了吧 不行 我去救他们 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 这要效刚刚才过 至少还要过一会儿 我们才能行动自如呢 樊师姐 我能拜托你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啊 我带小师妹私奔的事情 还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行吗 我其实 我其实刚才就是一时糊涂了 我现在已经看清楚小师妹 对大师兄的情谊了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胡思乱想了 放心吧 我也不想破坏 你和大师兄之间的情分 再说 我和五应齐的事情 你也一直在师父面前帮我说话 我心里也很感激 樊师姐别这么说 我们师姐弟 从小一同长大 虽然不是亲姐弟 却胜死亲姐弟 彼此照应也是应该的 有人来了 大师兄 大师兄 雪师姐 小师妹 你们总算脱险了 刚刚把我和叶师弟 都给集坏了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先离开这儿 上车再说吧 好 好 康熙就这么放了你们 她的这份胸怀气度 确实令人钦佩 她不过是在效仿诸葛亮 欺勤欺纵孟霍的策略 要杀了我们几个容易 但若能收服我们的心 他们大清 才算是坐稳了这江山 大师兄说得对 我们不能被 康熙的小把戏所迷糊 小师妹 你怎么了 看着去心事重重的 没有 我只是觉得 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久 全都白费了 婚妹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今天能最后决定跟我走 我已经很开心了 希望你接下来 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回到之前的样子 驾 这个泉水山庄 也是我们的据点吗 不错 幸好我们在京郊的香山脚下 还背下了这么一处据点 这是大明最后一个皇帝 大明最后一个皇后之灵位 这是你母亲的灵位 而其他这些 都是我大明的重臣义士 有的是为了保护当年 还是婴儿的你被清郡所追杀 有的是为了光复我大明所牺牲的将士 欢儿 如果他们在九泉之下 知道了当年自己用性命换下来的大明后人 不但不想着为他们报仇雪翰 还爱上了他们最大的仇人 大清的皇帝 你说他们在九泉之下 能明目吗 金王 不要生气了 欢儿也不是有心背叛我们的 只是不知不觉 中了康熙的诡计 被她的虚情假意所迷惑了 欢儿 你怎么那么傻呀 你怎么能相信一个帝王的情爱和仁义呢 这是人间最虚幻的东西 好在欢儿已经离开了紫禁城 再也见不到康熙了 她慢慢会醒过来的 好 欢儿 你现在就当着诸位师长的面 发下毒誓 从此 再也不要李康熙 再也不要对她动心 跟她一刀两断 势不两立 否则的话 你将永躲无间地狱 永不得超生 我 我发不了这个誓 因为我做不到 我那样就是欺骗了各位师长 而且我也怕永躲无间地狱 不得超生 你 你 皇上 皇后 夫人 各位人人一事 我李定国教你无法 愧对列位 列位在九泉之下难以明目 我李定国 如今又有何面目苟活于世上 好 我折旧他九泉之下 来陪伴你们 靖宝 靖宝 师父 樊太医 你不要拦着我 不可呀 靖宝 爹 我错了 我发誓 我发誓还不行吗 不过我得换个说法 即使您不同意 你也不用去九泉之下陪他们 就让我死了 去九泉之下 跟他们请罪吧 那你说来听听 各位神灵在上 各位亡灵在上 我李怡欢发誓 以后 我尽量不会去想他 我尽量忘了他 我尽量 尽量不见他 但是如果我实在忘不了他 我会把他藏在我的心里的一个小角落 不会因为他 而影响到我各位师父 还有亲友的情意 也不会因为他 而影响到光复大明的大爷 如有为食 那就让我一辈子只能吃抗燕菜 再无福享受人间猪斑美食 你一辈子只能穿醋布麻衣 再也无福享受人间猪斑美衣 让我变成一个丑丫头不敢照镜子 人见人讨厌 人见人唾弃 人见人唾弃 你 你 你这算什么毒事啊 师父 我 这个誓言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 但是小师妹 生性贪吃臭美 这个誓言对于她来说 已经比死还要毒了 义父 诸位师父 义欢虽然任性妄为 但在此类大师大妃面前 绝不敢用谎言来欺瞒各位市长 更何况情之一字 不是说有就有 说没有就没有的 义欢能立下此事 已是真心在悔过了 还请诸位师父就原谅她吧 锦王 太子说得对 过不了些时日 花儿会把那个人忘了的 可是 她只说尽量做到 万一她要是做不到呢 爹 我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 我最怕的是吃不到美食 穿不到美衣 最怕的是变丑 我都发了如此毒誓了 如果你还不满意的话 那你就杀了我吧 你 锦王 我倒有一个办法 不光可以让大家放心 也可以让义欢安心 不会再胡思乱想 什么办法 既然欢儿跟太子 早有婚约在先 而且他们俩 也到了婚配的年龄 我们先不想 光复大明之事 就先让他们 早点完婚吧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那此事就这么说定了 三日之后 为太子和义欢完婚 我 皇上请用茶 这茶能喝吗 茶医还没发好呢 皇上奴婢给你换一杯吧 不用了退下 是 是 慧儿 你在哪儿 你可知道真正在想你 你 也在想真呢 孟小弟 我现在正在想你呢 你又在想我吗 我应该再想我 是 好 是康彦彩 变成一个连镜子 都不敢招的丑丫头 老大 你真的要嫁给你的猪哥哥 从此忘了小弟吗 走开 我没有见到你 走走走 快滚 小师妹 小师妹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我不会滚的 叶 叶哥哥 你误会了 我没有说让你滚 你穿成这样 你要去干吗呀 我是来放你走的 放我走 小师妹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不可能跟我走 但我也知道你其实也不爱大师兄 心里并不是真的想跟他成婚 对吧 我 你去后门吧 我在那里给你准备了一匹快马 可是 可是什么呀 可是 既不可失 是不再来啊 你要是不想看到你爹自吻在你面前 你就只能悄悄逃走了 要不然 你真的嫁给大师兄 到时候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小师妹 快上马吧 小师妹 叶师弟 这么晚了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樊姐姐 是你啊 吓我一跳 小师妹听说这后山有萤火虫 想让我带它来抓姐姐回去玩 是吧 这山上哪儿来的萤火虫啊 我看 你是想带小师妹逃走吧 樊姐姐 我求求你了 你就让我走吧 小师妹啊 不是我不想让你逃 大师父他们早就想到 你可能要逃婚了 所以特地派我来盯着你呢 樊姐姐 你和五英琪也是相爱不能相守 己所不欲 无事余人 就放小师妹走吧 小师妹 虽然从小我爹就偏爱你 让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但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一样疼爱 也希望你能够幸福 你走吧 只是现在别骑马 以免惊动了师父们 等走远些再上马吧 樊姐姐 谢谢你 走吧 小师妹 我们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你快走吧 万一被大师父大师兄发现了 那我们就惨了 好 你们早就被发现了 朱 朱哥哥 叶师弟 你对义欢可真是伤心啊 居然帮他逃婚 朱哥哥 你别误会 不是他放我走的 是我憋着他 让他放我走的 你就真的 这么讨厌我吗 朱哥哥 我不讨厌你 相反 我很喜欢你 可是我对你的喜欢 跟对龙小弟的喜欢 是不一样的 你知道的 我从小最讨厌的 就是让自己做勉强的事情 我知道 我不能嫁给龙小弟 但是 我又不想违心嫁给你 对不起啊 朱哥哥 我 大师兄 我不是想跟你想一欢 因为我知道 其实在一欢的心里 我的地位跟你比差远了 我只是不想一欢 嫁给他不想嫁的人 因为那样他不会幸福 朱哥哥 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 我要逃跑了 我跟你回去 你能不能别怪罪叶哥哥 真的 我说到做到 我答应你回去以后 我再也不逃跑了 但你千万别告诉我爹 还有师父们 不然的话 叶哥哥肯定会被重重责罚的 不 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呀 你知道 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你吗 暗中监视我 防止我逃跑 原来朱哥哥在你心里 就是这样一个 不顾及你的感受 只知道禁锢你 逼迫你的人 你的意思是 你 你要放我走 是 我本想悄悄放你走 但没想到 被叶师弟抢前一步 大师兄 你真的肯放一欢走啊 你明明可以和他成亲的 你喜欢一欢 希望他幸福 而我比你更爱他 难道我就不希望让他幸福 不能成全他吗 环美 你我从小倾佩竹马 两小五彩 更有婚约在见 所以你在我的心里 你只是我的太子妃 谁也抢不走 但是我答应过你 要让你幸福 绝对不会勉强你 我喜欢的是那个 无忧无虑 活泼快乐的欢美 我不想看到你 整日愁眉不颤 心情抑郁 朱哥哥 我只想最后再问你一句 我跟你十多年青梅竹马 真的比不过 你跟康熙相处 大半年的时光吗 在你心里 你真的从未爱过我吗 我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 我会尽力 让你这辈子 幸福 快乐 朱哥哥 其实你在我心里的分量 是很重的 你是我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但是 我对你的感情是兄妹之情 无法变成男女之爱 我这次逃走 不是为了去找龙小弟 我跟她是不可能的 我不可能嫁给她 我 我只是觉得成亲 是这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既然没有办法 对你一心一意 那我就不能嫁给你 也不能做你的妻子 那样对我们都不负责 好 我明白了 我给你准备了一匹马 我给你准备了一匹马 还有一包你最爱吃的零食 包里面 还有一些银链 你走吧 朱哥哥 谢谢你 朱哥哥 樊姐姐 叶哥哥 保重 小师妹 你也多保重 有什么问题 随时就回来找我们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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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萱 您真可怜 你不仅失去了你的江山 连你心爱的女人都保不住 你就是一个懦夫 懦夫 大沙子萱 爹 大沙子谷 大沙子 大沙子 你想当小师妹的离开 对她是凶伤害这么大 她居然走火入魔了 如果我不救她 她不死也要落下一个残疾 不救还是不救 如果我不救她 以后义欢知道了 一定瞧不起我 更加不会理我 大师兄放走了义欢 我心里怎么还隐隐高兴呢 秦城 你醒醒吧 就算如此 你以为大师兄就会忘了小师妹 把一番情意转移到你身上吗 叶师弟 我没想到 你会牺牲自己的内力来救我 之前 是我错看你了 大师兄 我是喜欢迎欢 但我比你更难得到她 所以我才会放她走 可我没想到的是 你明明可以得到她 却也宁愿放她走 如果换作是我 我错不到 我打心里佩服你 好兄弟 好兄弟 这个 好 慢点 这老方 怎么了 太子呢 义父 诸位师傅 我跟欢妹的婚事取消了 什么 游客 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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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嗯 从今往后 你们要互敬互爱 先互帮助 以后光复我大明 就要靠你们了 这个给你 我们和好吧 猪哥哥 你也吃啊 你吃吧 我不喜欢吃 给 来 一会儿妹妹 猪哥哥 虽然你放我走 可你心里 肯定是希望我留下来的 我就这么走 你一定会很难过 天下这么大 我该往哪里去呢 一欢啊一欢 你既然和龙小弟 是永远不可能的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下他呢 以心一意地对待你的猪哥哥 不不不 我做不到 你没有试过 你怎么知道你做不到呢 也许你可以慢慢忘了你的龙小弟 慢慢爱上你的猪哥哥 你怎么这么糊涂 昏儿任性 难道你也不明事理吗 我这儿就去追他 我就不相信 我凭着性命不要 却换不来他的回心转意 义父 你不要去追义欢了 他夜里就走了 你追不上他 而且 我也不想你再拿自己的性命 去逼迫欢妹跟我成亲 抢扭得刮不甜 我们就放欢妹一条生路 让欢妹 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太子 如果她回到紫剑城 找到了康熙 难道你也不后悔吗 我相信 欢妹不会去找康熙 如果她真的去找了 我也不后悔 我会祝福她的 太子 你不要忘了 你身负国仇家恨的重任 你居然将先帝 跟你定下的太子妃拱手 让给康熙那个狗皇帝 你将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义 至于何地 你将我们这帮誓死追随你 誓死效忠大明的臣子 至于何地啊 义父 诸位师父 我不仅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 也是你们的弟子 诸明联盟的成员 我违背了盟约 愿意接受盟规处置 春秋两岸 春秋两岸 时光最轻方可谈 衣裳的缘 将心流于人身间 天余地 天余地 开在眉间 探浅 天余地 成员 温熟 远石怀也 心中喜流 会远方清缺 回首一生 弩漫漫 天与离开在眉间 弹千秋万事欢颜 书几许清愁望月平澜 星辰如梦心间却 心间却 心间却 喜好 感谢观看